哈喽摩羯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率是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象和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对你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 参考你的太阳月亮双身金星光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 任何星座 任何星盘上面的星座的位置 你也可以特别去点选你有感觉的标题 或者是顺从你的直觉 或看YouTube最近呢 经常堆播给你哪些其他星座影片 我相信那边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在里面等着你去挖几位好吗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也非常感谢 有在下方留超级感谢的朋友们 也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吗 那今天一样 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 也会有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首先就是 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我 跟我更近距离的接触的朋友们 欢迎你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 那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一对一个人咨询天使传讯的服务 或者是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 我就不做赘述啦 那还没有来参加我全球生日派对的朋友们 在YouTube的公布栏 我有详细的参加办法 想要获得我准备好的小礼物 全球运送 赶快一起来参加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开场讯息 首先就是不好意思 我的喉咙还不是很舒服 所以还是会继续咳嗽 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我感觉你好像很喜欢吃卤味 我特别看到的是卤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卤蛋啊卤味啊 你最近可能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而且我还看到有人喜欢吃海带 OK 没关系吧 吃宵夜或者是吃正餐都可以 反正只要好吃 我们何乐而不为 OK 好来 第二个部分呢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讯息 这两周我感觉你蛮适合戴这个粉筋的 因为我感觉你身上有围绕一股粉红色的能量 然后我感觉这个粉色呢 跟这个粉筋呢 好像会帮你柔化一下 sorry 好像会帮你柔化一点点 你的那个要怎么说呢 你比较刚硬的那个部分 好不好 你不用到全身穿粉红色好不好 OK 你可以比如说带一个粉红色的法圈啊 或者一点粉红色小小的装饰啊 或法饰啊都可以 好吗 好来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感觉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最近很爱唠叨好不好 如果你是属于那一派会唠叨的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四可而止就好不好 因为你旁边应该会有人觉得你很烦 哈哈 这不知道是谁希望我传递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好来我们就是稍微参考一下 参考用参考用 OK 好我们接着呢就准备呢 要来进入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好吗 好那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们 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这个呢 要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我在讲解这些排卡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呢 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细名移去形容到每个人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说明解释或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能量场上面呈现 因为我本人呢 不是按照排阵排域去解释的 我是按照自己对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然后转化为文字 身为传讯者 传递给你们了解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 影片下方有齿轮 你可以自己调整速度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小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我已经订了新的麦克风 我们下一期呢 就来试看看新的麦克风效果如何 好吧 好来 这一次呢你的摩羯座呢 我的摩羯座和你的摩羯座 Anyway 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你的挑战牌卡是Justice 这三组牌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这个 我帮你翻过来 保健国王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传递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好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绝对没有问题 OK好来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消化一下你的能量场 嘿 好 嗯哼 我感觉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两周呢 嗯 这怎么说明呢 不用担心 没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只是在思考怎么样说比较好 你们本人中文造语有点差 哈哈哈哈 等我一下哦 嗯 我个人是觉得啊 你过去曾经在投入或投资 或者是培养的一个什么相关状况人数好了 其实呢它是来到一个我个人会觉得蛮不错的状态哦 是很不错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在这个不错的状态过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在思考哦 谁可以帮你 谁不能帮你 然后呢什么事情让你压力很大 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删除 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多加一点分量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呢 呃 这整个状况呢让你有一种 呃虽然好像很多琐事杂事要做 好 可是我觉得 呃 也因为这一个相关状况人数 或你投资的这些什么东西梦想也好 哦 它来到一个我觉得 正在一个平稳还不错的发展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以前的你呃 没有那么在乎这些滋为末节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长大了 长大是一个形容词啊 好吧 OK 就你好像长大了 你知道什么事情 嗯 怎么说 呃 呃 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做 我们该负什么责任我们就负 我们该 呃 就是当机立断 我们就是要做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我感觉这是你这两周的一种 能量场上面的感受 我等一下一一解释给你听 这张justice是你这一两周的这个 挑战牌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 等一下一起来做解释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全帐八 呃不是全币八 全帐八 全帐国王跟这个圣杯石 这个就是我在讲的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个人觉得 你在培养的这些东西 已经开始慢慢有累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你得到情绪上面的满足 还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说了算 你是老板 或者是你是掌控这个什么专案的主导人 或者是你是你自己的事业的主理人 或者是比如说这件事情 大家得听命于你 ok 所以这个状况 其实说实在的 关关难过关关过 那有一些挑战的时候 其实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你的辛苦 跟你的投入有所回报了 所以在你的 我觉得是在你的这种 物质上面也好 情绪上面也好 都是有点像是双丰收的 而且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去打下来的天下 所以你拿下来呢 是理所当然 我可以这样讲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之外呢 也是你应得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在过去打了一个很不错的胜仗 还有一件事情是 你甚至可以去找到你所投资投入 或培养的这个什么东西呢 里面的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或调整的地方 或者是应该要再改变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像 嗯怎么讲啊 我觉得你的气势跟这个魄力 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就是你很清楚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这个有去无回呢 还是这个应该要加量呢 这个应该要减少 你自己都很清楚 因为在现阶段的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 这个吊人牌 然后还有抽到这个保健石 然后呢 sorry 还有抽到这个 钳壁额 OK 这三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 再看 这句话叫什么 如人饮水 能暖自滋 好饶舌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 谁是真心关心你 谁会在乎你 因为每个人都会看你 你飞得好高哦 但从来没有人问你说 你飞那么高会不会很辛苦嘛 是这样说 所以呢 你在看你身边的一些 嗯 相关状况人数 他们有没有去知道说 你付出这么多 争取这么多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这么辛苦 有没有人可以扶持你 帮助你 鼓励你 奖励你 类似像这样 所以呢 呃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也会觉得说 你会送走一批人 你也会留下一批新的人 好 人是一个形容词啊 比如说你会删除一些专案 你也会留下一些专案 类似像这样 你们可以自行套用好不好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有一种 三三减减 加加减减的感觉 因为你想要让他变得更精烈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一张Justice Justice这张牌卡 就是我觉得 你现在就是很 很 很明智 很 客观的去看待 你现在在处理 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OK 所以我觉得 他们说呢 这为什么会成为你的挑战 原因是因为你要继续 保持这样的态度 OK 你不可以说 假设你这边处理得很好 各方面的东西都很棒 然后结果后来呢 就有一个人 跑来跟你讲说 摩羯座啊 我跟你讲 我们交情那么好 你不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嘛 或者是譬如说 你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我们可以商量嘛 类似像这样 我就是会觉得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 让你有一点会去动摇你 然后或者是 有些人就是想来动摇你 这个呢 你自己要去思考 你要怎么做 因为这是你的挑战 OK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 是这个钱币适者 钱币国王 保健三 你看你这几张牌卡 都是很有力量的 这个钱币适者 跟这个钱币国王 我告诉你这两张牌卡 我不需要跟你做做解释 就是你已经知道 这是我迎来的丰功伟业 所以你拿在手上 你在看你的战机 你很清楚知道 这个是你像这条牛一样 辛苦耕耘得来的结果 所以我本来就应该 要变成一个钱币国王 这个牌卡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来到这边呢 这个是保健三 保健三的意思就是呢 我觉得你有一种就是 别人附我不附别人嘛 类似像这样 可能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有一些相关状况人数啊 他可能呢 给了你这种保健三的这种感觉 例如 你以前呢 很好心跟另外一个人合伙 这样嘛 结果呢他就捅了你一个篓子 捅了一个包 或者干嘛等等之类 你就算了 现在我都不用 我自己来掌权 我是权币国王 我又是钱币国王 我说了算 我怎么做 我就是把我自己打包起来 就像这个保健三上面 已经包扎起来了 你把这些剑都拔掉了 即使风吹日晒 就像这张牌卡是在下雨的 风吹日晒雨淋 再多的挑战跟困难 你都要闯过去 所以呢 你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气势 是我个人觉得说 你觉得我受伤又怎么样 什么东西杀不死我 它就会变得让我更强壮 这张牌卡给我的力量就是这样子 虽然它是保健三 但它给我的力量是这样 所以在目前你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保健三 你注意看哦 你说到权杖三 钱币三 保健三 权币国王 钱币国王跟保健国王就是没有圣杯国王 意思就是说呢 你呢没有情绪用事 你没有呢任凭你的情绪 在那边影响你做这些任何明智的决定 所以这张保健国王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过程啊 把你磨练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 越来越稳固 OK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 你会在你的领域 或者是你在投资的这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 你会称王的 你要保持这样的气势 保持这样的步骤跟做法 你会称王的 所以你要坚持 OK 只要这件事情 你已经做出了这个初步的这个成果 你一定要适着 适时的调整你的方向 而且坚持持续下去 OK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 有什么额 太多了吧 额外的补充讯息 OK 他们叫我从上面拿三张就可以了 OK 好就是这三张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什么牌卡 来 你抽到的是保健一 这个保健一呢 我可以跟你讲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都抽到保健国王了 对不对 这保健一其实就是要告诉你 千万不要被你自己 这个自乱正脚的这些想法 或焦虑 然后忧虑影响了你 因为这个保健上面是有一只乌鸦的 所以这只乌鸦呢 给我有个感觉就是呢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好像有点紧张 或者是我有点担忧 或什么 不用的 你很清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OK 你只要把这个保健一拿出来 你就能够有机会去看到更多不同的新事物 而且我感觉 我发现这个某个座的朋友们 你现在有可能是要进入一个新的 你可能或许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的本业可能是做餐饮 你现在可能想要投入比如说房地产 就类似像这样 有点像是一个跨界 或者是比如说你想尝试看看 就是分散风险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这是这张牌卡额外给我的一个感觉 那你在这边呢 抽到这张牌卡是力量牌卡 这就没什么好说了 你就是要像我刚刚讲的 保持你的气势 保持你的名字 继续向前冲 为你自己能够去打向这一场胜仗 好不好 最后这张牌卡呢 你抽到是这个权杖七 权杖七这张牌卡呢 就是要告诉你你要为你自己而战 权杖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为你自己而战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很坚持 你要拿出你自己的力量 然后拿出这个名字的决定 继续往前走 但是呢这张牌卡 他们要我额外跟你补充一下 如果假设你是在跨界 从事一些你可能以前不是你的专业 或者是你不是很擅长的领域 请你一定务必要做好研究 做好事前的这些 该做的这些准备好吗 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精灵 有什么话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会来抽这个大天使 拉菲尔还有你守护天使的讯息 好来你看 这张牌卡呢 就是要告诉你 这些呢 请你保持信心 所有的事情 都会按照你想要的事情去发生 所以要告诉你 你所渴望的事情 已经很快就要来临了 我全身请吉利各大 你知道吗 我会结束的朋友们 你们给我的气势真的很好 非常的好 ok 那这张牌卡呢 有一种特别在叫我告诉你的 就是 你如果很渴望这件事情 那你要make it happen ok 所以这张牌卡也是在告诉你 如果你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你要付出你的努力跟坚实 ok 好来 最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大天使拉菲尔的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嘿 来 这张牌卡呢 叫做工作坊跟讲座 这张牌卡呢 是要我告诉你就是 如果假设你真的是在跨界领域的这个东西 你要多去参加一些研究 或者是听看看专业人士的意见 或者是呢 去加入有这种同好啊 你懂我意思吗 就比如说你在研究个房地产嘛 一定会有什么社群啊 同好啊干嘛什么 你要多去参加这些东西呢 多去吸收这些薪知 或者是对这件事情有帮助的一些方法 好不好 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守护天使 有什么话要告诉你 翻出来这张牌卡 ok 来 这张牌卡叫做可靠的指引 ok 这张牌卡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如果呢 内在觉得 嗯 该这么做 那你就去坚持去做 嗯 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删掉 那你就删掉 ok 你一定会有这个很强烈的直觉 告诉你怎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之外 还有他们说呢 你需要的这些资讯啊 他们会帮你送来的 所以参加这些 呃研究啊 或者这些社团啊 或者这些工作坊啊 或者是这些什么 呃 对你有帮助的讲座 是非常重要的哦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 你一定要去 呃 去把握这个部分 好吗 ok 我介绍我朋友们 我个人是觉得哦 你的量场是蛮蛮强而有力 而且很稳固的在发展 不然你不会抽到这个 呃 钱币国王 钱币国王就是里面最有钱的那一个 而且他是一步一脚印的那种 ok 所以呢 我感觉不管你现在在进行的是 什么样的这个计划 我都会觉得最后这张这个 就是我刚讲的挑战的牌卡 justice 你一定要能够很公正客观的去看待 你现在正在投资的或者是你在投入的这些东西 甚至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人来影响你的时候 我个人会觉得你一定要能够去好好的去辨别 好吧 这就是这张牌卡他们希望我拿起来最后再提醒你 好吧 就像是如果你投资的这个东西是不熟的人跟你讲的话 千万不要做好吧 就算是熟人 你也要自己下去研究 你不要就是一头栽进去 然后没有做任何像这个刚刚这张牌卡提醒你的事情 ok 好嘞 那以上呢就是我要给摩羯做这一次的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的讯息 那呢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 我是Shane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